不良人中已经下线的最强五人都有谁呢 大舅哥排名第三榜首毫无争议 第五位仙餐 要知道饶江虽然远离中原 但却是个高手云集之地 其中更是存在着深不可测的十二董 吃梦的母亲仙餐正是出身于此 要知道仙餐不仅年轻时颜值出众 而且个人能力也相当强劲 像连体人和毒公这样的角色根本不够他热身 在第四季结尾时仙餐完全能够离开饶江 但一辈人有一辈人要做的是 他选择与吃梨共同对抗冰神怪坛 并且仙餐也曾表示能拖住这帮怪物一炷香的时间 由此便可以看出他的实力最次也是大天位巅峰的存在 第四名吃梨 当初不良率将吃梨和吃梨派到了饶江寻求十二栋秘术 可等到他将冰神怪坛之法带回中原时 才发现不良人已经彻底解散 结果吃梨便成为了万毒窟的毒公 迷失本心的他最后成为了冰神怪坛的母体 虽然他本身的战斗力并不强横 但冰神军团中各个都是以一笔石的存在 而他却可以操控冰神怪坛为自己所用 这也变相提升了他的战略 第三名骑王李茂贞 李茂贞虽然在十二洞中忍辱负重了十六年 但他也学会了洞中的各种艺术 从大舅哥对万毒窟的评价来看 巫王古王在他面前根本啥也不是 主角团几人联手也在李茂贞手下走不过几招 再加上他还学会了隐身谷 具有几乎死不了的特权 要知道女帝早已达到了大天位级别以上 可李茂贞的实力却远远超过女帝 只可惜还没见到他与不良帅交手大舅哥就隐落了 第二名李克用 环顾整部不良人系列能与大帅抗衡的人几乎没有 不过李克用的至胜乾坤弓却能与天罡绝相持一二 但大帅应该只用了三成实力 可即便如此李克用也算是头一格 至于明帝鬼王和四大师祖等人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第一名袁天罡 虽然李星云是不良人的主角 但其实真正的人气王乃是袁天罡 大帅足足活了三百亿年 无论是武功谋略奇门遁甲等等均无敌于天下 更让人感动的是袁天罡对李唐的忠心 虽然李星云前期看起来是有点扶不起的样子 但大帅始终不离不弃专心为其布局 直到第三季他才肯选择主动下线 也正如大帅所说 本帅想死也得是自己求死才行的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